王昌龄 子少伯 经召长安人 开园尽世 守教书郎 改寺水位 在迁江宁城 晚年匾龙彪位 引誓乱还乡 道出博舟 为次使驴秋小所杀 骑师擅长七诀 编赛师气势雄浑 格调高昂 也有奋慨时政及刻画公愿之作 原有吉 以赛义 名人吉友 王昌龄吉 从军行七首 齐 王昌龄 风火长夕 白尺楼 黄昏独坐 海风秋 更吹枪笛 观山月 无诺金归 万历愁 从军行祖诗 是王昌龄采用岳父旧题写的边赛诗 共有七首 这一首 刻画了边疆树族 怀乡思亲的深至感情 这首小诗 笔法简洁而复韵意 写法上很有特色 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前三句叙事 描写环境 采用了层层深入 反复渲染的手法 创造气氛 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 突出了抒情剧的地位 使抒情剧显得格外紧拔有力 蜂火成熙 一下子就点明了 这是在蜂火成熙的瞭望台上 荒季的原野四顾苍茫 只有这座白齿高楼 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 石令正值秋季 良气亲人 正是由子私亲 私父念远的季节 时间又逢黄昏 积期于时 日之西已 牛羊下来 君子于义 如之河勿思 这样的时刻 常常触发人们 思念于义在外的亲人 而此时此刻 久树不归的征人 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树楼上 天地悠悠 牢络无偶 思亲之情 正随着青海湖方向 吹来的阵阵秋风 任意翻腾 上面所描写的 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 没有声音 还缺乏立体感 接着 诗人写道 更吹枪笛观山月 在寂寥的环境中 传来了阵阵乌乌叶叶的笛声 就像亲人在呼唤 又像是由子的叹息 这屡屡笛声 就像亲人在呼唤 又像是由子的叹息 这屡屡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 使边塞争人 激遇在心中的私亲感情 再也控制不住 终于来了个大爆发 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 这一缕笛声 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 闻笛人来说是井 但这井又包含着 吹笛人所抒发的情 使环境更具体 内容更丰富了 诗人用这一情一景的句子 不露痕迹 完成了由井入情的转折过渡 何等巧妙 何等自然 在表现争人思想活动方面 诗人运笔也十分委婉曲折 环境氛围已经造成 为抒情铺平垫吻 然后水到渠成 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 无诺金归万里愁 作者所要表现的是 诗人思念亲人 怀念乡土的感情 但不直接写 偏从身归妻子的万里愁怀 反映出来 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 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 正是诗人思归 有不得归的结果 这一区别 把诗人和思父的感情 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就全篇而言 这一句如画龙点睛 立刻是全诗神韵飞腾 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本文作者张燕锦 朗读白云出秀